大家好,针对这几期节目的网友留言,周老师再来回应一下 大家好,我是周小正 我借这个机会再给大瓜和留言,我给回应一下 反正由我的女儿周航给我念念 历史不能假设,周老师以后对那些历史假设的提问直接不需要回应,回应就掉坑了 这句话是这么解释,历史不能假设 但是历史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回顾,或者说对历史的事实的认识不一样 所以我们叫做讨论会,甚至也可以叫辩论会 因为历史已经是昨天前天的事了,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的认识不一样 比如说林彪,他的事件已经有了50年了 林彪是第二把手,死了 怎么死的,好几种说法 这官方有说法,但是官方的说法也不见得大家都信呢 民间的手法,民间的手法也不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叫历史不能假设,不是说我要假设林彪怎么死的 这事是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林彪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50年了 但是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我们不一样 也就是说对历史事实的认定不一样 或者叫认知不一样,每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认知 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交流交流,交流交流不一样怎么办,不一样不要紧 差异是人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可以讨论 甚至于我们可以辩论,甚至于我们可以针锋相对的辩论 比如说你那认知哪来的,跟我不一样 那我就跟你讲讲我的认知哪来的 咱可以找出那个点来 比如说我看了一些,我有口述史,我见过当事人 比如说我,我就见过林彪的女儿 林逗逗,叫林立衡,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一块吃过好几顿饭 也聊过,那么我听林立衡说的 至于说他说的是真的假的,不一定 但我听他说,这是我的体验 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就是我怎么听他说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对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讨论 周老师对朝鲜战争性质的解释不够全面 朝鲜战争不仅仅是内战 而是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集团的一次武力扩张 所以才有联合国军出兵抗击 对,这话说的对 因为呢,朝鲜它不是完全的内战 就是内战是萨林和毛洞都干涉了 他打,他主动的打过国际条约三八线 北韩主动的去打南韩 而且呢,已经把南韩的军队已经打到海边了 这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十几个国家不干了 对不对,那怎么办 就是人船登陆 完了又把这个 打过去的北韩军队基本上给打散了 后来呢,他就 又过了三八线 其实三八线是北韩军队先过去的 因为他打到韩国的首都叫汉城 他已经把汉城给占了 完了美军呢,又把他给打回来了 又又又把最后又把北韩的首都平常给占了 这就是这,但是你得分清是非啊 谁先动的手 你们好好的去看一看 这是已经成为一个公论 而且说,这就是侵略行为 谁说的 是联合国说的 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 目前有193个联合国主体 就是会员国 或者叫政治主体 联合国说的 他说的对不对 不是说联合国说的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是联合国说的 说志愿军就是侵略军 周教授什么时候线下见面会 给我们讲课一下 可以啊,线下是有条件 咱们就线下 现在暂时没有当面见 那就用这个 我们叫网络视频会议 所以我在这就有一个 五路的视频会议 我马上把它改造成一个 五十路的视频会议 就是有五十个人 可以拿智能手机跟我一连上 简直说我这课堂里头 就有五十个人 我可以跟你们对话 在电视上可以对话 视频会议 这个主意非常好 但是也别太着急 阿米什族群最大的问题是 近亲结婚导致的遗传疾病 发病率很高 这件事我没有深入调查 他们是不是近亲结婚 因为阿米什族呢 现在我那天去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现在已经有了三十八万了 而且他原来是十几万 他的人口增加的比 非阿米什族人要快 因为你说白人 一个人大概生两三个孩子 阿米什族人呢 平均一队夫妻生五六个儿 七八个儿 所以他们的人口增长得很快 但他增长 他是不是近亲结婚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 周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美国抗议的感官 美国抗议呢 是州不一样 美国有州权 五十个州 就是五十个合众国 他的让这个州 比如说戴口罩 还是在家的关起来 他不是美金合众国 就是行政首都DC 美国总统定的 而是州长 这个州议会定的 而且差别很大 我听得过两种意见 你说我这次到阿米什族人那去问 我说你们主张不主张隔离 或者说主张不主张 你们的教堂关闭 那个男主人就说 当然反对 他说我们的每个礼拜 可能有几个几次 或者每月有几次 这个在他们的教堂里头 有聚集活动 他说这个聚集的活动 对于我们阿安 什族人是非常重要 他说我反对关 后来我就问他 那你们要是集中在一个教堂里头 有几百人 如果有了传染病 你们得传染上 你怎么办 他说我们有群体免疫的功能 我说那你们有没有 你们这几十万人里 有没有得这个新冠状态 他说有啊 他知道有一个 哪去了 送医院去 我觉得他的观点也很明确 就是你不能说有一个 有俩我这教堂就关了 他的个人的主张就是 我不主张关教堂 一天也不主张关 所以我们就说跟他交流啊 对不对 他有他理由 我们教堂一关也有理由 他不管教堂 他也有理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咱们互相交流交流 周教授来看阿米什人了 太好了 我也经常看他们 他们也有一些程度的与时俱进 对 今年的1月好像是6号 阿米什人全村出动 因为从我们家这过 就是从他们的宾夕法尼亚州 越过我们这个州 到了华尔顿DC 就是美国的行政首都 参加好像是1月6号 在华尔顿的这个DC 有一个大游行 或者叫大集会 他们去了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为阿米什跟我们说过 别人也说过 阿米什人来美国将近400年 没有参加过美国那种政治的活动 这是第一次 就是今年的1月6号 他们从我们家这过 我看见了 坐着马 骑着马车 男女老少 过了有好几个钟头呢 这是一新情况 所以我就前几天我去了 我就跟他们聊这事 我说以前你们不参加 这个美国的政治活动 这一次头一次参加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知道 你们知道是老黄历 我这是崭新的黄历 以前你们知道 阿米什人人家不参加活动 我这次我特意问他们 那你们到了华盛顿 你们到底是支持 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原来我以为 他们去支持共和党 或者说川普 后来他们告诉我 不是 我们没有说支持谁 我们只是来显示一下 我们的存在 用网络的一些话 叫刷存在感 就告诉你 我们阿米什人有好几十万 这次我们都出来了 至于说支持谁 反对谁 没有 但是我们要显示 我们的一个力量 用咱们中国的话 叫团结就是力量 阿米什人在美国 已经发展到了几十万 甚至有人说 已经达到上百万了 因为他们的人口增长的速度 远远高于别的人的速度 中国比如中国 中国这一两年负增长 它不但不增长了 它减少 而阿米什人还在增长 而且还在快速增长 义和团毫无疑问 是愚昧而残忍的 慈禧 向八国联军宣战 毫无疑问 也是狂妄荒诞的 但是如果放在 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大环境里 周教授讲 八国联军那一段 有几个问题 第一 西方人想跟中国 当时的大清做生意 那么大清是否有权利 不和西方做生意 或者说一些商品禁止交易 如果西方国家 因为中国政府 不愿意和西方 做某些生意 而发动鸦片战争 这属不属于侵略行为 如果按照周教授的逻辑 那么可以延伸下去 英国人因为中国 焚毁了英国 运到中国的商品鸦片 为了维护商业利益 而发动鸦片战争 所以鸦片战争 就是合理的 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之所以要讲鸦片战争 是因为 正是鸦片战争奠定了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 关系的基石 就是殖民者 和被殖民者的关系 西方国家来到中国的 根本目的 在于攫取中国的财富 的确带来了 人类现代文明成果 包括思想 政治体制 科技等等 但正如周教授所说 非正义的手段 绝对不会达到 正义的目的 而后面的第二次 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 都是基于这种关系 我觉得对于 亚奸战争 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 我希望大家呢 广 就是坚听则明 你先别光听 一面之词 你比如说 这个 做贸易这事 中国开放了 人类外国的轮船也过来了 跟你做贸易 这贸易呢 你当然人类可以卖东西 你也可以买 我们要买卖自由 自由的意思就是价格 自由商量 你要没有价格这事 没有这事 为什么 你说我就白送你 对不对 你不要 不要你到海里不就完了吗 关键还是价格 他这价格是自由市场 所以市场经济不是个概念 得是自由市场经济是个概念 自由市场经济是个概念 自由市场经济什么意思 就是 买卖公平 价格是自由的 你不能强买强卖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就是市场经济 我认为这词就是荒唐的词 什么叫市场 市场你去查的字典 商品交换的场所 比如说农村 每一个大村子都有所谓 及时贸易 及时贸易就是在村子边上 有一块地儿 风五风十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农产品 畜牧业产品拿到那去交换 交换什么意思 价格说了算 不是说你说了算 也不是说我说了算 大家商人说了算 所以我们叫讨价还价 叫自由市场经济 你说那我不买 你当然可以不买了 对对 你不买它就降价 降价我也不买 用中国的一句话 就臭他们家去 比如你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你那点蔬菜 什么瓜果立陶 你卖不动 你卖不动你就处理 要不然你就拉回去 或者就烂掉 当然这个 这个所谓自由市场 这个 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常识的事 对不对 那你当然可以不买了 而且你一什么 在什么价格上 你可以不买 所以我们叫讨价还价 他说一斤鸡蛋 一块钱 你说不要 八块钱 这我不卖 那咱们就 九块钱 不是最后就 均衡了吗 这就是一个 所谓讨价还价 最后它有一个均衡 均衡的意思就是 你也愿意买我也愿意卖 你也觉得合适 我也觉得合适 第二 当时西方人 已经具备民族国家意识 西方的国家 已经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而当时的大清国则不是 当时的中国人 也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意识 这点上是存在根本代差的 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 是直到民国 才最终完全形成 甚至对于汉人来说 大清和洋人一样 也是蛮夷 也是侵略者 这也直接影响了民众 对大清朝廷和对待洋人的态度 这也是一家之源 你说我听的那一个 我们一块的办学的学者 叫这个 不是 是那谁 是那个贺卫芳 贺卫芳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博导 他去日本去过几次 他就讲 他说 日本有一个专家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学者 他就说 中国的现代化 哪年 宋朝的时候 宋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就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 你说大清朝还没有形成的 一家之源 宋朝 他的市场经济也是相当发达的 宋朝的时候 就可以 所谓正和下西洋 他就 他的船队 是吧 一个都是大船 但是在地球上 是最大的船队 他就发生在宋朝 后来到了元朝不行了 到了明朝也不行了 到了这个清朝 进海了 那不让你出海了 就是所谓封闭了 可是中国封闭 不是说所有的朝代都封闭啊 还有美国的荷兰村 也不允许现代车辆行驶 这种所谓的自治 叫村民自治的地区 在权利很多 最近我们一老朋友说了 说你们那个福尼亚州的边上 就有一个所谓的 共产主义公社 什么叫共产主义公社 就是生产资料 公有 这个 以色列就有 以色列据说是 1905年就有 他叫 用音译叫 就是共产主义公社 不要以为说 共产主义别人都 没有搞成 人家以色列就搞成了 而且搞成100多年了 但是我们不是说 他这个形势好 还是不好 他叫村民自治 人家这一帮人就愿意 大家伙吃饭不要钱 随便吃 生的孩子 大伙一块赖 没有工资 也没有什么个人的 所谓的财产 它是一种形式 我们原来我们不知道 我们叫无知 无知我们愿意变成有知 所以我们想了解了解 比如阿米兹主义 我们就想问问 今年1月6号 参加了这次 美国的政治活动之后 你们怎么办 你们以后有什么变化 没有 这个意思 这不是说以前 以前你去过 阿米兹主义村 但是以前 阿米兹主义村 没参加过政治活动 这一次 就是今年的1月6号 是阿米兹主义村 成群结束出来 到了美国行政首都 就是DC 参加了这个游行 这是一个纸变 以前没参加过 所以老有人跟我说 阿米兹我知 你知什么 你知 你知是以前的阿米兹主义 你知 你现在你知道吗 对不对 不要狂妄嘛 对不对 我们要由无知便有知 特别是阿米兹主义村 在变 好奇 那些德国人得病以后 去不去医院 如果他们去德国 坐不坐飞机 阿米兹主义 我们去这一次问他们 他们说 他们不坐飞机 比如他们最远的地 他们去过佛罗里达 就是在美国最南部 我怎么去的 他们坐车去的 火车 或者是汽车 他们坐不坐飞机 他们说不坐飞机 后来我还没问他们 以后你们坐不坐飞机 不知道了 在当今社会 阿米十足的生活状态 根本无法推广 而且我也不相信 阿米十足人 不喜欢更加便利的生活 不对 你说无法推广 这是你的一家之言 至于说 人家想不想推广 我也不知道 谈不到推广 这是个伪问题 你有什么权力去推广 人家阿米十足人的生活方式 人家在美国 已经生活了四百年了 还能不能再有四百年 谁也不知道 所以没有推广这个问题 盖高层能节省土地 人口增多 尤其是现代化 都是需要空间的 就像您走访的这家四个孩子 还要生 是对人类贡献 还是人类的负担累 这又是错误了 这高层建筑有优点 也有缺点 所以我们叫城市化 叫大城市化 叫超大城市化 它有两面 它既有你认为的优点 也有你认为的缺点 怎么办呢 我们是兼容并包 就说人家阿米十足人家不盖楼房 人家就是一层的两层 那么你愿意在高楼 一百米二百米 有人还愿意盖一千米的高楼呢 你盖啊 是吧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我们可以不可以评价这个 这个事呢 就我可以我自己的认知 我认为盖高楼就是愚蠢 你说为了节约土地 土地节约土地干嘛 美国有的是地儿 中国也一样 中国也有的是地儿啊 你都集成在大城市 特大城市 完了之后污染 最近前几天 就是前几天 北京就污染 北京给我传这张照片 说你看看 这就是北京 从窗户一看 外头就是雾蒙蒙 我来的 我来以前是雾霾 现在就是雾霾有所减轻 但是还是有 所以这事我们可以讨论 阿米什租人的年轻人 要是想出去进入外面的世界 父母会允许吗 可以 14岁以后 他们念书念到14岁 他们就可以出去 你看接在我们那一家的 那个男主人38岁 他就说他出去过 他开过出租车 他见过外面的世界 他也可以说 我读了八年 我接着读书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愿不愿回来 自己决定 如果你回到阿米什租社区 参加了阿米什租人的一些活动 你还是阿米什租人 如果你不参加他们的活动 你就不是了 但是你不是阿米什租人 你是美国人 美国的大学有的是 美国的城市也有的是 完全自己定 周老 您大概是 但凡国外的都是乡的 那个不看电视 不看手机的族裔 可以当作猎奇存在 时代的车轮总是向前的 要是都停留在那个时代 我们哪里能享受到 这如此盛世的科技进步 注意这不叫猎奇 科技有进步 科技还有退步的 您不是科技进步 发明了这个热核子反应 于是造了核弹 原子弹 氢弹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你得想想 所以科技 所谓进步这词叫进步主义 进步我们同意 但是进步主义 我们就反对 没有说进步就一定是好事 没准还往坏的事去呢 比如核大战就是坏事 如果一战二战 都是大战 都是热战 但是它不是核大战 如果现在打了第三战 有可能就是热核武器 甚至于生化武器 双方就包括病毒 病毒原来是自然就有 但如果人造了病毒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说你不要说科技发展 我就讨厌这词 什么叫发展呢 你以为发展往好发展吗 它就不会往坏了发展吗 对 美国打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 干涉别国内政 是文明国家 这是胡说八道 你这个 你这个伊拉克 萨达姆独裁者 他去主动的 把人家科威特 联合国会员国 给人吞并了 宣布是他的第十几个省 谁是侵略 萨达姆是侵略 而美国的多国部队 干嘛去了 反侵略 那么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呢 对不对 周老师 特地从墙内翻出来 看您的视频 真的太棒了 对我们 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了解历史的重要性 极其重要 作为一个80后 我也会把这段 真实的历史 告诉我的孩子 对 你说你翻墙 看看我的电视 什么的 无非就是多一个视角 因为美国呢 新闻自由 比中国好多了 它不在一个档次 就是美国 你什么事 你都可以说 你说的对不对 由观众决定 他要觉得你说的好 说的对 他就看 他要觉得你说的不好 不对 他就不看 这叫新闻自由 小时候奶奶总是拿58年的故事 教育我们节约粮食 以前都不爱听 现在明白过来了 奶奶却已离世多年 想来这就是很好的口述历史 奶奶的去世 也带走了甘肃 山丹县58年真实情况的一部分 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离世 历史也会渐渐的被忘却 对 甘肃的有很多悲剧 就是在5859年60年的时候 他们大批饿死人 甘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省 四川也是一个 安徽也是一个 河南也是一个 因为中国第二大 省呢好几十个 每个省跟每个省 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中美关系恶化 原因可以追溯到2001年 中美15年协议 协议签订后 15年后协议没能被中国旅行 碰上川普鹰派上任 贸易战开始 关系恶化 接着欧美联合抵制 不守约国家 不对 完全不对 中美关系恶化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习近平 他刚开始 他说的很好 他说我们中国跟美国 有一千条理由搞好关系 没有一条搞坏 说的非常的棒 后来就慢慢就变了 所以说你把这责任 催给美国 完全不讲道理 能不能请周老师 通过社会学 或者您的角度 讲讲最近吵得 特别热的台湾问题 这次的炒作跟以往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对台湾问题我也讲过多少次 就是台湾问题是大清朝268年 他最后在这些知识粉的共同运作之下 张之重 这个李鸿章 左宗棠 曾国藩 还有袁仕海 他们的运作之下 清朝就退位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没有仙爱革命 就在这 他退位了 他这个戊戌变法是恶性互动 戊戌变法 康良这帮人 想把慈禧给逮住 用暴力把他干掉 结果没想到败露了 慈禧回来了 慈禧翻过头来 把他们给杀了 把这六君子猜手给砍脑袋了 这就叫恶性互动 恶性互动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边也想干掉你 这边呢 也把你们干掉 所以就造成了中国的一个悲剧 但是大清政府在这些 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运作之下 他就开始新政 也那时候改革了 他改革的这个深度 广度相当的好 比如说他那个军队 都是八旗子弟 都是所谓的 这个什么马队之类的 人家到了小战 新兵 七千人 完全仿照着西方的发达模式 当时特别是学德国 那些武器也是德国的武器 还有就是这个废了科举 他改成新学 就是办大学 办中学 还有包括他的警察制度才有 原来没有警察 还有就是他的税收制度 而且人家当时大清政府 人家请了一个纯主的英国人 叫贺德 贺德出任大英 大清政府的海关署的总总头 就是书长 而且人家贺德呢 最后在中国把中国的海关给弄的 是全世界最棒的海关 特别是海关的那些官员 非常清廉 效率也非常高 而且贺德是纯主的英国人 你想那时候慈禧 人家开放到什么程度了 人家而且贺德最后是一品官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用咱们话来讲 中国上政政局常委一起的 纯主的英国人 而且干的挺好 所以你不要说大清不开放 你现在开放到程度 你说我找一个日本人 英国人 美国人 当我们中国的一个政政局委员 有吗 别说政政局常委了 开放的程度 你赶不上 大清的那个末期 就是把贺德这么一个 纯主的英国人 居然是中国的收钱的 就是海关总署的那头 因为当时中国的税收 主要是海关的税 谁掌握着 人家贺德掌握 而贺德人家行政效率高 而且非常清廉 所以你可以看看大清朝那时候 贺德当头那海关的那些官员的 清廉程度远远高过共产党 对不对 这段历史他们都不说 对对 所以说 这个亲政 挺好 后来慈禧死了 那皇上也死了 当然当时呢 还在改 后来就开始有捣乱的来了 谁呀 孙中山 对不对 他回来了 他叫革命党人 对不对 他一会儿北伐 一会儿东征 他把当时已经除行了 叫联省自治 就是所谓的共和立宪国体 就等于说这联邦制 没了 一直到现在110年了 中国大陆的这个共和立宪国体 没有 还是一党专政 一人专政 台湾搞成了 但是台湾搞成了 也是一波三折 也说我老说嘛 哪来的辛亥革命啊 你革谁的命啊 你革人家 这所谓两千多年的 这个 所谓封建的命 没有封建了 封建那是秦始皇以前的 叫分封建土 从秦始皇开始 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 这个集权一直集权到 这个皇上 后来的实际的皇上 就是慈禧 因为他集权 那慢慢就改了 改之后又改成了 这个 这个是 蒋介石也集权啊 到了毛洞 集权 到了现在更集权 你得明白这了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反三级呢 就是极端 集权和极造 怎么反 用六计反三级 六计就是 无限互联网 就是马斯科干这事 他在地球的 这个边上 他放一半多颗卫星 他搞了一个六计 就是全球无限互联网 再加上我们都有智能手机 用六计反三级 三级 我再说一遍 就是极端 极权和极造 周教授能不能谈谈彭帅和张高丽事件 对啊 谈了 我们刚谈完 彭帅是一个 网球的世界冠军 据说是双打冠军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也是世界冠军 张高丽是一个正国级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因为这些大官他有孤独 所以说你看这些大官在官场里头 非常的险恶呀 你得防着他 你还得 这个防着这个 防着前门的狼 后门的虎 你都得防着 所以当官他的情感生活 很贫乏的 所以当官都嫖妓 所以嫖妓就是找 性工作者 但是呢 彭帅人家不是个性工作者 人家是一个双打冠军 这个当时也比较年轻嘛 所以说张高丽由于工作的紧张 和他情感的缺乏 他除了跟他老婆 不行 不够 他就找彭帅了 彭帅当时应该说是纯精少女 他能挡不住诱惑吗 这么大官 他不要说这么大官 你要在农村 你个乡长你也挡不住啊 县长你更挡不住了 这好是中央级的干部 你想想 他挡不住 所以他们俩就上床了 就发生了所谓的性行为 这件事我认为很正常 就是实色性眼嘛 实欲性欲 人的两大原欲 张高丽是个人 彭帅也是个人 他们当然有这个实欲和性欲 他就发生了这事 我认为就是一常识 一个良知 你说彭帅可怜不可怜 可怜 你说张高丽可怜不可怜 也可怜啊 对不对 但是中有句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对于张高丽比较可恨 为什么 你是官员 共产党的官员 而你是高官 对不对 你这个嘴里说的挺好 彭帅我估计还 当时肯定不是官员 是不是党员我也不知道 对对 所以说彭帅 可怜 对不对 但是彭帅现在他给他说出来了 我就说这就不可恨了 你这是吧 为什么呢 真善美 他实事求是了 他符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 实事求是 既然这事是真的 我就跟你们说出来 说出来 现在说出来 现在说出来也好 什么时候说真话都是好事 给人类的文明成果 添砖加瓦 所以说彭帅他说了 有人说他为什么现在说呢 不知道 据网络上一些消息 他有可能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呢 他一个要给自己的名分 还有他将来生这个孩子的名分 你说清楚啊 对这孩子爸是谁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就现在就说了 我觉得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真实情况我们不知道 真实情况你可以问问彭帅 但是彭帅现在估计已经 找不着了 而且中国他封锁新闻自由 彭帅这条消息是网络上登出来的 据说登了数十分钟 全网封杀 谁干的事 当然是党中央干的事 这个封杀这事对我们来讲的损害挺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有知情权 我们有表达权 首先知情权得有吧 你我们想知道知道 我们都有好奇心吗 没有了 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损害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也不是奴才 对不对 这件事对我的伤害 也有 不是很大 也有 所以我 你要说我说张高丽和彭帅这个事 我就这么说 而且这里有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我们有一个综合教研室 我们教研室的主任就是潘森明教授 潘森明教授的一个博士生 就是黄文盈 黄文盈女士 她现在已经留在人民大学当教授了 是副教授还是教授 反正很快就是教授了 她最近有一个讲话 我也推荐给你们看看 叫做这个 因为她呢 在潘老师的指导之下 因为潘老师是她的博士生的导师 博导 黄文盈呢 是本科就是我们社会学系的 四年 我是本科的时候教过她 到了硕士 博士 她就是潘森明的 是她博导 所以黄文盈跟我也挺熟啊 她毕竟听了我们有最多四年课嘛 因为本科是一二三四四个年级嘛 我是本科生的老师 我讲的课 她肯定听过 这也可以说广义的是我的一个学生 但是她的她的她的博士生导师 或者说说什么导师 就是潘老师 潘老师是我们中国第一流的性社会学家 所以我就想 如果你们要想看看这个张高丽跟那彭帅这事 涉及到她性了 关于性产业这个事 性工作者这个事 我们曾经在前几年 在清华大学的法学院 搞过一次活动 叫模拟法庭 叫做世界的一个性工作者的一个学术讨论会 当然我记得挺清楚 这个来了有一百多人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那个会议室里头 开的这个会叫模拟的法庭 专门就讨论性工作者的会 性工作者会 你得有性工作者来啊 哪来的 从香港请来的 香港人家就是性工作者 而且廉明 我干了性工作 干了有一二十年了 为什么 因为香港是特区 如果中国你找一个妓女来了 她说我是 我就是妓女 麻烦了 会开完了 我给抓起来了 因为在中国 这个妓女是非法的 但是香港是合法的 她叫性工作者 当时呢 为了开好这个会 当时她的导师就找了黄云莹 说你啊 就假扮一个性工作者 所以黄云莹也参加那会了 她也发言了 发言完之后 别人会下跟我说 说你们这个学生黄云莹 说她比妓女还是妓女呢 我说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跟潘老师搞过性工作者的一个调查 调查了二十年 去过好多地儿 对于各色的妓女 她都知道 所以她一发言非常有学术水平 人就开玩笑这么说 其实呢 有人说那是骗人了吗 我说没骗人 人家那是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 来了有一二百人呢 黄云也发言 那个香港来的那个性工作者 人也发言 黄云发言水平相当不错 因为他是博士生 而且我们潘森明是一个著名的博士生导师 他是中国头一流的姓社会学家 他的一个第一个 我觉得好像是第一个博导带出来的就是黄云 所以黄云就留校了 在我们社会学系 一开始是 副教授 我估计现在有可能是郑教授 早晚也是郑教授 因为黄云的学术水平相当的好 口才也不错 最近我给大家推荐啊 你们看一看 黄云有一个讲话 大约讲话了一个小时 那个题目叫什么呀 小姐研究二十年 对小姐研究二十年 如果你们想了解彭帅和这个张国立这种事 你先做点基础工作 你先了解了解中国这个改革开放 这些年的性工作之后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这里头讲了最好的 潘云明 黄云 这是我知道的啊 有别的人也可能讲 我没听过 所以我给你们推荐这事 好 我就先说到这